我也不清楚是不是 但是我作为工作人员 只能是物资到了 我们直接发到居委会 这些物资怎么来 你说我不清楚是区里统构的 还是怎么样 你如果是没有收到这个 我只能记录下来反馈给 比如说反馈给居委 反馈给接到这个情况 所以就是物资 源头就是区里面的商务委 给到你们的 然后你们这边就负责发放 对吧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吧 对啊那谁给你的 你肯定知道啊 哪个领导 哪个领导机构 指派发给你们的 这个肯定知道呀 是哪个机构 就是哪个机构 是商务委发的 就是商务委发给你们的 对吧 这个我要去问一下 因为我们 你都不知道 你收到的物资是谁给你的 因为是值班室的话 我不确定不知道 真不知道 可能物资每一批来的 因为不经过我自己 都是每个 那现在这个 曹家渡这边是 一共发了五批五字吗 我先确定一下 应该是吧 老师这样子情况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我们自己可以通过 其他的渠道来满足 正常的生活的需求 但是呢 静安市街边的 曹家渡街道呢 是一个老人 比较密集的地方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只收到了 四次五执 其中一次 只是发了一点八四 跟一个喷嚷 这玩意儿不能吃 对吧 那么现在发货的东西 基本都是以蔬菜为主 荤菜基本上是没有的 那我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 从四月一号到现在 已经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你们觉得 只派发这么四次东西 是能够维持一个 家庭正常的生活吗 对吧 你现在可能有些地方 不方便讲 那我们问你的问题 你没法正面回答我们 我们都可以理解 因为其实你们也很为难 对吧 上海搞成这个样子 不是某一个部门 某一个个体造成的 但是确实让人匪夷所思 我也五十岁的人了 我在上海经历过 很多次的事情 对吧 包括疫情 包括自然灾害 包括灾难 包括人为的一些东西 我不讲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 上海搞成这个样子 我们先做尽麻木了 不是每一个年轻人 都有这个能力 通过各种各样的 信息化的智能渠道 去获得自己的生活所需 对吧 我们到现在为止 你看看 就医不能就医 孩子不能上学 上班不能上班 工作不能开展 我们都忍了 对吧 应该说中国人的老百姓 是非常非常之温良的 但是如果说你涉及到 一个人的吃食跟生存的话 这个有点太过分了 你可以查一下 唐家住 叶青剧委会这边 到现在为止 发了几次物资 每一次的 有没有清单 发了一些萝卜 胡萝卜 包括一些青菜 包括一些午餐肉 包括一些牛奶 你觉得一个正常的家庭 要确保正常的蛋白质 跟营养的摄取的话 这点东西 发了这么多 这么次数 你觉得是够的吗 没有人管的 因为没有人反应 就没有人管吗 你打这个值班师的话 您的诉求就是让 诉求是什么呢 我的诉求很简单 你们有没有关心过 这个街道里面 这么多的居民 包括有这么多的老人 有这么多需要就医的老人 你们现在的物资 跟我们正常的生活 能不能形成一个 基本的匹配 对吧 我可以少吃一点 我运动少一点 甚至我一天吃两顿 都可以 但是你们这个物资 跟我一个正常家庭 所需消耗的物资 落差实在太大了 老师 嗯嗯 好的 对吧 而且蔬菜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不割 就每天吃新鲜的 那你也放不了三天五天 得烂呢 对吧 你现在病毒最需要的是什么 是抵抗力 我营养都无法正常摄取的话 我哪来的抵抗力 如果是一个病人呢 我们楼下就是一个病人 无法就医 无法做化疗 无法做化疗的 PICC正常的护理 造成胳膊发炎 这种事情已经太多 可能你们都已经顾不过来 都已经麻木了 我们自己受当事人 我们也麻木了 但是这事不能这么做 遥遥无期 对吧 今天这样说 明天那样说 每天都在变花样的出幺蛾子 遥遥无期 我们看不到希望 如果说你跟我说 有一个上限的时间 可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 没问题 我们可以等 我们可以坚持 我就算要把家里的物资 做一个合理化的平均分配的话 你也要让我知道 我的极限在哪里 我该怎么分配 对吧 我这个分母在哪里 你告诉我 我要去除 我要去平均分配 我的有限物资 那你是要把分母告诉我 我现在不知道分母在哪里 分母是多少数值 那您让我怎么去合理分配呢 对吧 我们不要说 这是上海 而且上海的市中心 都可以管成这个样子的话 那周边的一些郊区 远郊 或者大型的社区住宅区的话 你们会把这个活 干成什么样啊 你们更顾不过来了 你顾不过来了 很多理由 如果说我们这样一个体量的小区 都顾不过来的话 那比这个更大几倍 几十倍的小区 你们还怎么顾得过来呢 对吧 你现在不是说我能克服 没问题 你现在已经涉及到一个人 基本的生存了 中国老百姓很温良的 你看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 哪一个不是跟脚骨有关系的 你不让人吃饭 人得饿死才会造反啊 对不对 你科捐杂碎 你再重 OK 没有问题 老百姓能忍则忍 都没有问题 你把我总粮收了 都没有人造反 你不让人吃饭 那是要闯祸的 老师 老师 我告诉你 这个情况 其实我们街道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 这个你说的 之前的就医问题 这个都是 连街道主要领导都没折 没折 对啊 我知道 我反映过 我为了楼下的阿姨 我帮 我跟很多部门都反映过 很多的志愿者 有爱心 我不是怪你 我不是怪你 我跟很多部门 也包括你们这个电话 我也打过 你们已经尽力了 我非常感激 你知道我们基层的也是天天的 你们还可以待在家里 我们天天的在这里 睡在 睡在办公室 我理解 我理解 我完全理解 但是你说我们一个普通老百姓 我们不能上达天青 我们能够够得着高度的极限 也就是你们这儿 我们还能往哪高的去反映情况吗 对 你现在12345都瘫痪了 或者有一个什么 比如你们的上级部门有吗 或者留个联系方式 我要么再打上级部门的电话 也可以打 我这里就没有 不是你不要问他 他们现在安排他们这个电话 就是用来挡磁刀的 好麻烦 对吧 我说了透一点 咱不要什么说话有避讳 你们这个部门 这个热线放在那边 就是用来挡磁刀的 你们还能干嘛呢 所以我非常理解你们的难处 但是你让我们老百姓 涉及到生存的威胁的时候 我们上哪去诉求呢 对吧 话说的多了 还有警告你 拉黑你 管控你 有意思吗 干嘛要这个样子呢 中国老百姓还不够温良吗 你还要找什么样的温良的老百姓 来统治他们 这觉得是特别有感觉的呀 你记不给老生有意思吗 是吧 反正就是 嗯 老师你 你到现在为止只发了五次五次 其中一次发的是八次 你让我喝吗 你让我自禁吗 还有四次 你自己有去割茶 你去查一下 到夜性聚会去查一下 你们发的是什么 最体面的意思就是牛奶 跟午餐肉 切上来全是蔬菜 还发过一次鸡蛋 也不让我们出去买 买都是高价的 对吧 高价不是家家都能承受得起的 有些人家家庭收入很低的 你五倍六倍这样的费用 去收取人家的物资的费用 没办法的 你撑个一个礼拜 是可以天天如此 谁扛得住啊 跟我们家 我们家也扛不住啊 对吧 你把店都关了 然后逼着你们去买那些 所谓的保供物资 然后把屎盆子扣在那些 快递小哥身上 说他们在传播阳性的病毒 这些小哥如果没有你们的授权 他们有权的接上跑吗 你告诉我 对吧 实在没有地方找一个顶雷的了 挂在快递小哥身上 人家得罪谁了呀 我们要是不是这些快递小哥的话 我们是不是情况更惨 你没有一点感恩的信 你还把屎盆子往脑袋上扣 这些小哥不做核酸的吗 路上那么多警察不管的吗 他们能够思议在这个疫情阶段 在上海的满大街到处跑的吗 他们有阳性 你哄谁呢 我那天大安一去到京中心 也就是三分钟的车程 我来回两次被警察查 要查通行证 如果你只要防的话 你会防不住吗 会有着一个有阳性可能的病患的快递 在接上满地跑吗 你何必这样的 到处找游走 到处找一个顶雷的 你为什么封闭到现在为止 你所有阳性还不断不断在冒出来 你告诉我 这是不是很奇怪呀 我也很奇怪 不能低估一个人的智商到这种地步 令人发指了都 今天冒一个阳性 明天冒一个阳性 你就是没完没了的这样搞下去 问你 问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封 早日解封 我早日回家 你可以早日 不是早日解封 我跟你说 不是早日解封的问题 是什么时候你们玩够了 对吗 你病毒怎么解封 你告诉什么 清零你告诉我 你有本事把苍蝇蚊子 这给我清了呀 病毒是连肉眼都看不到的 病毒存在在这个地球上 比我们人类长久的多的多的多了 我们才多少年 人家存在多少年 你能把它给清了 这不是开玩笑吗 我们楼下就有一个阳性的 从始至终人生没事 就跟普通感冒是一样 三天之后才拉走 跟我们这种老房子 然后要传染的话 早一动楼都嗝屁了 先生我跟你讲 你说的这些 其实我是感同身手 真的 但是我们现在 对街道来说 也只是一个执行部门 我理解的 我理解的 真的 我们现在不是上海人 在管上海 也苦 我理解你的 我理解你们 现在睡在单位里面 也没法洗澡 也没法换衣服 做核酸 做客人员 这都是 区里安排 就是根据统一的 安排来做的 你说说看 这要浪费多少名知名高 对啊 我们也 还有多少人 没有医保 看不起病 只能死在医院的门口 你们还在这么折腾 这么有限的 社保基金 不断的在做核酸 有意思吗 有必要吗 我们算配个 虽然心里边 是一百个不厌喻 但是你们每回叫我们 都积极配合 你还要我们上海人怎么样 对吧 没啥就跟他捅 没啥就跟他捅 你捅出个啥来了呀 你捅归零了呢 还是捅了 现在就是 能够把这个城市的 疫情控制住啊 你很气愤 其实我爹天天被捅啊 我也天天想不捅啊 真的很无聊 真的很无聊 你这个是 这个是科学 只能是 这个是科学 不是靠什么 你有一个熊 熊涛伪虑的思想 跟坚定的战斗的意志 所能够解决得了 这是科学 你们现在在做 伪科学的事情 对吧 专业的事 交给专业人做 你现在拿把手术 都让我上台给人做手术 那哥们不死在桌上 我随便怎么说 我干不了那个 你们这样 真的 我今天给你打个电话 我没有指望有什么说法 我也知道你们非常非常为难 其实你们也是筋疲力竭 你们就已经是很无奈的 但是你让我们老百姓跟谁反应呢 这样有意思吗 何年何月是个头 人家都在干嘛 我们在干嘛 好好的事不做 近天天在做这种毫无意义的 甚至存在的很多的安全隐患的 所谓的核酸 上海涨了这么点资本不容易啊 你要毁了它太容易了 79年改开到现在 40多年涨了这么点加点 你看看这一个月上海 折腾成什么样了 你还再要来一个月吗 你建设一座城市很不容易的 它的秩序 它的良俗 它的良上 它的文明 它的经济 它的秩序 很不容易 几代人呢 你要毁了它 我跟你说 你不出半年就毁了 人家全世界都在往前跑 积极的在恢复生产 恢复民生 恢复商业 我们不是停步不前 我们在反向行事 我们挂着阿党在踩油门 真的老师 我不是说今天要跟你说那么多 真的实在是憋得太气愤了 你是你是想也是想发述发一下内心的这些不平啊 这些那啥感受 我理解 我理解 真的干点人事吧 我们基层的这些干部 其实也想早点解分 也想早点 这个大家都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 真的太无聊了 我也是 你虽然是待在家里 我们待在工作岗位上 但是我们的心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但是一样的 但是一样的 老师 我待在家里 我所有的工作都没法开展 我所有的项目全部停摆 全部停摆 去年也是这个样子 今年有过债务不及 你连续两年这么折腾一个小微企业的老板 怎么弄啊 不干活啊 天天就等你们发物资吃啊 光吃不惨啊 中国历史上有过光吃不惨的悲剧的 要再重演一遍吗 你可能年纪还比我小 你不知道那个三年 也是光吃不惨 能这么搞吗 嗯 是的 孩子没法上学 初三高三的孩子没有办法正常的上学 我同时的女儿上的是国际学校 人家国外要考试了 你要这样的孩子上网课 怎么去参加国际考试啊 一年学费就12万呢 人家来管你分工啊 不能这么搞的老师 你们真的我知道现在上海人都不敢说话了 上海人都靠边站了 上海人说话就给你割草 上海人说话就给你墙边站 听听名声吧 我现在外面在敲锅呢 你听到吗 我们值班是有听到一个一点点声音 太荒唐了 这个是21世纪的上海啊 不是特要脸吗 你这样的上海 割在国际上 你是长脸吗 还是扯脸皮子啊 让人笑就要大牙你知道吗 你是抗议吗 我们更往下就不往下说了 好吧大家都明白 这是抗议吗 行了不打扰你老师 谢谢您 这个蔬菜包的信息